澳洲媒體報導 中共在雪梨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等多所居民高等學府內 進行大量監控工作 這些學府有9萬多名中國留學生 他們在澳洲可以接觸到在中國沒有的理念和活動 澳洲政府正強化其反情報能力 大陸四川最近發生一起公車自然意外 乘客驚慌跳車逃命 這起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附近住家驚慌拉下鐵門 擔心大火蔓延 幸好在路人的協助下 20多名乘客最後脫離險境 公車燒到只剩骨架一片焦黑 驚慌逃窜的過程乘客心有餘悸 兩名中國工程師 19日在蘇丹西克爾多帆州 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綁架 目前下落不明 今年第一季 日本對大陸投資 較去年同期大減47.18%至12.09億美元 19日上海海事法院 對日本三井諸事會社的商船實施扣押 用於賠償原中國中威輪船公司 在二戰期間遭受的財產損失 讓惡化的中日經貿關係再受議論 新航雅客電視總理報導